女人一夜之间变成了丧尸 不但吃过牛肯生肉 更要命的是 她居然吃掉调戏她的邻居 丈夫担心自己小命不饱 从外面买回来大量生肉 可女人只是闻了一下 就恶心的直皱眉头 原来自从尝过同事后 她再也吃不下其他食物 无论品质多高的肉 对她而言都未同嚼辣 丈夫分析认为 这可能跟肉的新鲜度有关 因为同事就很新鲜 也许妻子吃得下鲜活的动物 于是女人低上邻居家的大公鸡 恩以为终于能饱餐一顿 但女人可怜巴巴的表示 她不忍心的攻击下口 那如何满足妻子食欲的同时 又不滥杀无辜呢 男人想到了一个好地方 夫妻俩来到太平间 丈夫神秘兮兮把小哥叫过来 谁知对方狮子大开口 张狗叫5000美金 囊中羞涩的夫妻俩 只能花500美金外加一张购物卡 买下其中的一个部位 回到车里 女人迫不及待的吃了起来 丈夫有些生气 这可是她买过最贵的肉 多日积累的压力在此刻爆发了 最后的办法也行不通 夫妻俩感到心灰意冷 眼看心爱的女人要被活活饿死 男人决定豁出去了 很快女人的晚餐就送上门来